你在異智場國政願景發表會上說你選的是下一任四年不是未來十年 我認為這種得過且過的心態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來說是有點不太妥當 校長沒關係 今天我們就是要聽老闆 你們說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給他加油一下 給他鼓勵一下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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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讓小孩子有他的想法 我們就讓同學 讓同學就進行的發言 沒關係 進行指教 謝謝賴副總統的寬容大量 所以當我在提能源政策的時候 我不會以核融合作為主力 因為核融合什麼時候會有成果 我們無法預測 我的能源轉型 有開源 有截流 但我沒有去把未來才可能會出現 而且不知道什麼會出現的能源來源 作為我現在的要解決能源問題的工序 我不會 所以我坦白跟你說明 我認為這個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民主黨在發展綠電也衍生了許多爭議 如先前台南學甲的槍擊案 以及同一個負責任 開設實體間再生的員工執政 所以想請教副總統 今天講的這些未來發展規劃 要怎麼說服民眾不會像核能政策一樣無法落實 也同時杜絕在有這些弊案發生 我們台南的88槍擊案 開槍的人有沒有抓到 你知道嗎 有嘛齁 背後策劃的人有沒有抓到 你知道嗎 都抓到了嗎 王文中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他是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或是國民黨的市黨候選人 在學甲地區後援會的會場 我剛講到這裡你就會知道 涉及88槍擊案 造成台南生育影響的實作用者 並不是民進黨 我想要問副總統說 就是未來你在未來四年或八年裡面 你會假設為你當選了 你會不會繼續支持著國建國造計畫 還有繼續就是 就像民眾黨主席克文哲他說 他如果當選他會提升國防預算 那你是否也會跟著一樣做到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強化國家國防的力量 不管是透過軍事採購 或者是國防自主 那蔡總統任內 他的永英號高校機已經在服務了 海巡署海軍需要的船艦 也都在打造之中 潛艦 意濟要艦到八艘 第一艘第一階段已經完成下水的典禮 那為了要強化國防 我們勢必這條路一定要走下去 這是為什麼我回答你的原因 回答你正面的原因 你在異智場國政願景發表會上 說你選的是下一任四年 不是未來十年 我認為這種得過且過的心態 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來說 是有點不太妥當 好 同學 我們這樣 我打算一下 我們今天也是海洋政策 我們不變這以後 這些證明 我們是國際有大 我們軍隊的海洋政策 海洋願景 剛剛副總統報告 他從海洋角度看台灣 哪裡在這一順周 我們打算一下 好 請我來拜託 好 他的政策 他未來的院主 他會不會也沒有福利政策 你這個可以說 好 那之前也有人問過關於社產 關於其他一些有關於未來政策的一些問題 那我想請問你一下 就是 如果你就只有談願景 就是你 我覺得你只會有可能當選 但是 假設你沒有當選的話 那你談願景 我覺得是有點 沒有什麼太大的注意 那 我自己也生活在台灣 但是我的感覺就是 我們好像不是住在整個台灣 那 希望 同學你不要同學 校長 沒關係 今天我們就是要聽海洋政策的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給他加油一下 我們給他鼓勵一下 沒關係 沒關係 他在問他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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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海洋政策有他的想法 我們就讓同學 讓同學就盡情的發言 沒關係 盡情指教 謝謝那個賴副總統的那個寬容大量 那 好 今天有在發展 綠電也衍生了許多爭議 如先前台南學甲的槍擊案 以及從一個負責人 開設實體間再生的員工資證 所以想請要副總統 今天講的這些未來發展規劃 要怎麼說服民眾不會像核能政策一樣 無法落實 也同時杜絕再有這些必要發生 好 謝謝你 這個我們同學都有備而來 哈哈 哈哈 好 我先回答我們這位同學 就是說我們當總統候選人 在為台灣不劃願景 那麼也要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 而且這個具體可行的政策 你所能夠使用的工具 是在未來你的四年或八年內 可以一起得到的 你才提出來 所以當我在提能源政策的時候 我不會以核融合作為主力 因為核融合什麼時候會有成果 我們無法預測 所以我今天我如果站在你們面前 跟你提我的能源政策 是我要運用核融合 你們一定會提出質疑 或者是說我要用SMR 目前SMR也沒有廣為商業使用 也許在未來四年內 其實都還看不到SMR 這是為什麼 我在有一次的政見發表會裡面會講 可能造成你誤解的地方 是我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我真正的意志 就是我現在跟你說明的 我是很負責任 我的能源轉型 有開源有截流 但我沒有去把未來才可能會出現 而且不知道什麼會出現的能源來源 作為我現在的 要解決能源問題的工序 我不會 所以我坦白跟你說明 我認為這個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第二個 如果同學有仔細聽我剛剛的說明的話 特別是針對國家希望工程 或者是台灣的國家海洋政策 其實我都有提出具體的做法 包括我先舉個例子來講 包括你們年輕人關心的負財政策 我提出三個對策 同航稅2.0 全國總規劃 這明年就可以做 第二個 年輕人的購物優惠金額 從800到1000萬 這個都是具體的做法 利息的補貼從半碼 增加到1.5碼 有0.125% 增加到3.75% 這個都是具體可行的做法 另外社會素材 我也提出具體的做法 所以 如果你有詳細去瞭解的話 你會發現 我不僅僅有願景 而且 還有具體的做法 即便是在追求兩岸的和平上面 我也提出了 和平 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包括 我們要提升我們的國家 國防國安力量 我們要強化我們的經濟安全力量 第三個 我們要透過外交關係 跟民主陣營站在一起 共同發揮威脅的力量 第四個 只要能夠有對等尊嚴 我們也很樂意跟中國 進行交流合作 所以 其實我們每一個 都有具體的做法 你可以回去 翻翻各候選人 我應該到目前為止 對未來國家的 建設是提出最完整的國政藍圖 而且是很負責任的 系列的記者會都一一說明 我歡迎 你給我多多指教 給我多多指教 謝謝 對 我們 這位 同學 特別提到 離岸風電 或者是再生人員 是不是有辦法 如期達成 那我先跟你說明一個 基本的背景 就是說 蔡英文總統提出 2025 非核家園 是因為 根據我們國家的法律 合一 合二 合三 最後一個機組 就是在屏東的 合三場的第二個機組 會在 2025年的 民衆 運轉的期限就到了 必須要出入 在這種狀況之下 蔡總統才提出 2025 非核家園的目標 並不是說 合一合二合三的機組還可以運轉 刻意給它中斷 不讓它運作 並不是這個情況 那第二個呢 蔡總統的 能源轉型 是我們國家第一次提出來 就是希望在2025年 沒有核電運轉之後 我們的再生能源能夠達到 百分之二十 然後燃煤發電 百分之三十 天然氣發電能夠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把燃煤發電 有百分之五十幾 下降到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那我們的核能發電 沒有辦法再運作 我們就改由再生人員 來替代 那沒有錯 你有注意到 2025 也許我們的再生人員 沒有辦法 佔比到 百分之二十 但這個是因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用電量 大了 武術增加了 雖然就是再生能源的開替 有按部就班在進行 在2021年 我們的再生能源 發電量 已經高過核能發電量 但是因為我們經濟在進步 特別是我們的ICT產業 有很大的用電需求 所以我們母數增加了 所以為了要達到他百分之二的 勢必我們要比原來蔡總統在競選的時候 所規劃的再生能源的量還要更多 第二個是因為 碰到COVID-19三連 所以不管是太陽能建制 或者是 風力發電的建制 都產生了一些影響 另外謝謝你關心台南 我們台南的88槍擊案 開槍的人有沒有抓到 你知道嗎 都抓到了嗎 王文中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他是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或是國民黨的市黨候選人 在學甲地區會員會的會場 我光講到這裡你就會知道 涉及88槍擊案 造成台南生育影響的執作用者 並不是民進黨 好 我特別跟你說明 副總統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就是前面我看到你那個在說 最後一個海坤號的事件 就是那個 就是建造海坤號 然後我想要問副總統說 就是未來你在未來四年或八年裡面 你會 假設為你當選人 你會不會繼續支持著 國建國造計畫 還有繼續就是 就像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他說他如果當選 他會提升國防預算 那你是否也會跟著一樣做到 對 你說誰講 就是柯文哲 對對對 就是我未來 當選總統領導國家 那我一定會持續推動 國防自主 包括潛艦的國造 我在跟大家報告一遍 蔡英文總統的四大堅持是什麼 看大家贊不贊成 蔡英文總統的第一大堅持是 永遠堅持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大家贊成嗎 各位同學贊成嗎 永遠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大家贊成嗎 來 贊成組長一下 好 謝謝 不贊成是可以舉手的啦 第二個是 兼職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大家贊成嗎 第三個是 兼職台灣主權不容侵犯併吞 大家贊成嗎 第四個是 兼職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只有台灣人民可以決定 大家贊成嗎 那我 其實在場各位同學 拍手的程度 跟民意調查的程度差不多了 因為各項民意調查 對蔡總統的自大堅持 支持度大概在八成左右 但這個是 台灣社會的共識 沒有百分之百 因為有些人其實 對這個議題並不關注 不知道如何回答 但是呢 也有達到 百分之八成左右的支持度 所以 這個是台灣的共識 那在這個共識之上呢 我提出了 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次 也藉此回答這個同學 為什麼 我回答你的答案是正面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強化國家 國防的力量 不管是透過軍事採購 或者是國防自主 那蔡總統任內啊 他的永英號高校機 已經在服務了 海巡署海軍需要的船艦 也都在打造之中 潛艦 易計 要艦到八艘 第一艘第一階段 已經完成下水的典禮 那為了要強化國防 我們勢必這條路 一定要走下去 這是為什麼我回答你的 回答你正面的原因 第二個就是 我們也必須要強化經濟安全 因為經濟是全國人民 非常重視的一個議題 那我會 在新的全球供應鏈 重組的時候 擴大台灣的優勢 不僅僅是支持科技產業 也要扶持中小企業 特別是針對下一個 次代的科技創新 要大展投資 包括人工智慧 包括低軌道衛星 包括量子電腦 太空科技 精準醫療等等 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 讓我們的經濟 持續發展 第三個是跟 國際的盟友肩並肩 站在一起 共同發揮威者的力量 我曾經 也多次 談到這樣的概念 第四個就是 我們也願意 遞出橄欖枝 就是只要對本尊嚴 我們願意跟中國 進行交流合作 促進洋岸人民的福祉 從而得到洋岸的和平發展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菲律賓、韓國、日本、歐盟、美國、北約 其實他們的國防預算都在增加 法則在增加 那當然也有在野黨認為 國防自主 會刺激中國 總統候選人裡面 也有提出這樣的理念 但是我們很清楚 中國要併蹲台灣 不是最近才開始 也不是民進黨